哈喽大家好我是快走 我现在在西藏林芝的一个露营地 每天这个露营地都有各路大神在这边露营 我看这边好像有个骑行的 是不是 咱们现在就去采访第一手资源 哈喽小哥哥你干到呀 我刚到营地 哇你这装备还有个狗呢 狗放在这里 你晚上在这边露营了吧 你看这里全是露营的 对啊 你从哪里来的 这里导航过来了 我坐丙茶茶那边过来 丙茶茶是吧 嗯 你多大呀 23岁了 23岁 01年的吗 没有我是00差不多 00年的 对今年24了 哇我看你东西好多 这个大包我天哪 我的妈呀 大哥你这是老刘 拉大车呀 老马拉大车 你这 这个包太大了 对我这里搭帐篷很好的 你看那里面全是骑摩托车的露营的 这边是开车的 都在这边 这个位置啊 特地搜索的 你特地搜索的是吧 对 哇这小狗好乖哦 你一路都走过哪些地方呀 从云南过来 云南过来的 对云南 其实我 其实就从云南到西藏 但是在云南走了很多地方 云南走了差不多十几个市吧 十几个市 对 哦 云南到西藏是走214还是219啊 走到丙茶茶呀 丙茶茶 您您您小伙 你骑着这么重的车 还走丙茶茶 说实话 哦 丙茶茶那个路我走过不好走哎 那我那时候想着就走那边近一点嘛 近一点是吧 那边 对 但是那个路近的话 你说想绕近一点快一点 其实它会更慢 而且更慢 风险性很大 风路了 风路了 对 你在那边风路了 为什么风路啊 它的雪崩嘛 雪崩是吧 嗯 那你当时怎么办 就是 当时就等啊 等路通啊 我说实话 那里面物资都没有 你在那里面等 吃泡面啊 能买到泡面吗 没有 那墨路村能买得到 墨路村 它有一个中转站嘛 哦 墨路村 你在墨路村我去过 对 墨路村是个中转站 啊 对 你在那还好一点 好歹那块有 有有有村里面有人家哈 对 我在那里待了 差不多半个多月 半个多月是吧 对 你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嗯 出来了 我应该出来有有快 差不多一个多星期了 一共出来一个多星期 可能还不止 可能一个半个月的 十多天吧 应该 不是啊 你在饼山啥都困了 呃 三十多天 困了三十多天 对 然后我出来都走茶余 然后我这边走 我骑得很快 一天 反正六七十 我说你出来一共多长时间 什么时候出来 出来一共有 我是1月28号出来的 哦 上半年1月28号出来 对 1月28号 哦 现在三个多月嘛 对吧 1月28号现在六月了 大哥 五个月了 三个 那没满 没满四个月 三个多月 三个月 我给你绕昏了 1月28 2月28 3月28 4月 你出来 你出来花了多少钱 我四个月了 出来四个月了 啊 出来花了多少钱了 出来花了应该有1000块钱 1000多块钱 1000多块钱 四个月花1000多块钱 你得开玩笑 你这个车都不止1000多块钱 150 不可能 买二手的吗 这个车子有型号的 这个是千里达的 302D 这是13年前的车 三年前的就买了二手车 对150 150块钱买的 对对 你说你出来要花1000块钱 你1000块钱一个月才花300多块钱 不得四个月 四个月1000多 一个月才300 不得两百多 反正差不多 反正我算过 就只有那么多 两百多 你刚刚要你一天10块钱 怎么开销呀 有时候还没有10块钱 有时候买个米炒饭 今天炒完 明天都倒在路上吃 嗯 就这样子 你是不是编的 真的 真的是吧 你在丙茶茶那边雪峰 就是困了多少天 28 28天 对我算过的28天 真的28天 风路是 风路不止28天的 风路封了30多天的 28天是因为我等不了了 我受不了了 我天天在那里吃爆面 受不了了 然后感觉 感觉就是 崩溃了 直接抬过来 什么 我看山上的雪 画的差不多了 直接把自行车抬过来 怎么抬 就是高车 扛过来 扛过来 你这么多东西 你扛过来 分3P 空车 然后那个跑一次 那个包一次 那边海拔很高的 你看那个车 你人都能扛高反 适应了 我在住 那个地方平均海拔4000多 在那里住了那么 差不多一个月都习惯了 那你在那里面 你看我的手机 你看什么呀 你看 颠的 你看 哦 全部都 屏幕也是 哦 这屏幕怎么是花的 这边还有一个 坏了呀 颠坏了呀 在屏幕上颠的是吧 对呀 我天哪 其实说实话 刚出来的时候没那么穷的 刚出来的时候 还是有点积蓄的 但是 出来的话 不是要买车吗 你买车 你买帐篷 睡袋 你买充电宝 你什么都要花钱 你装备买了多少钱 包括手机也是刚买的 你这些装备买了多少钱 嗯 四五千 四五千 对 你买完装备还剩多少钱 150 150 对呀 你讲话 让我有点前后摸不到脑袋 你说你 买完装备剩150 你出来又花了一千 你150怎么钱还变钱呢 不是150不是花完了吗 没有了 但是我还有一个平板 平板我把它卖了 不是又卖了 又卖了一千多吗 在哪里卖了 就是 在云南就卖了 云南就卖了 在云南大里的时候 我特地从那个大里 然后坐公交车去下关卖的 哦 下关卖的高一点 在下关卖的 可能你们应该知道吧 我知道下关 对应该知道 原来是这样的 市场嘛 对 你是你以前做什么的 以前做理发师 理发师啊 嗯做了8年 8年 哇你才00年了 你做8年理发师 你十几岁就开始做理发师 我15岁吧 15岁就开始做理发师 对 哇那你出来好早 出社会很早 那时候我们老家那边地震了 然后就出去打工了 哦就没上学了 对就没上学了 地震放了一年的价 你5年 咱们8年没存上钱啊 就是交给家里的 8年赚的钱 有时候自己花一点 然后有一部分吧 就是弟弟妹妹上学啊 给他们转一点 哦其实都是补贴给家里了 没了对就没了 就没什么钱了 我们这么年轻的 我感觉能存到钱的都是 反正家里面不要你接济的 对 嗯对应该是那种 嗯那你怎么想的出来七行 因为我妹妹她们都毕业了嘛 然后呢我感觉我现在想就想出来走一走啊 一直上了班上了那么多年很压抑了啊 然后感觉都有点小抑郁了就出来走走啊 不管太多不管有没有钱就想出来走走 出来抑郁是好一点了吗 好多了都没了现在 都没了 我现在很乐观 很乐观了是吧 对 后面回家又抑郁了 回家后面又抑郁了 应该不会了吧 应该不会了是吧 对 你骑到哪里准备回家 我现在这两年不准备回家了 怎么没起两年呢 你都没钱你怎么坚持两年 我到时候准备去摆摊 剪头发去了 哦就一路剪头发或者是想 想各种的磨蹭手段 对对对 然后赚一点嘛 五块八块的收一个生活费就可以了 户外是不是有毒啊 就是一出来就上瘾的 上瘾的啊 反正一出来就不想回去了 一个感觉出来走了 看那么多的风景 确实心情愉悦 然后每天运动确实不一样 对 还有就是见到市面 对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事情 跟不同人说话 学到很多的东西确实是不一样 其实我出来还是不后悔的 不后悔的是吧 虽然我出来的时候那么穷 但是我还是不后悔 对 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就是困难就是在饼山茶被送了28天 天天吃泡面 唯一的困难的话 就是吃的很差嘛 然后那时候捡了个狗 他也跟着我吃泡面 吃饼干 哦 你看那狗子都好 我是运气还算好的 他们有的人车子不埋在里面 他们是真的运气不太好 就雪红的车子被埋起来了 是吧 车子埋在里面 哇 对 然后人也是埋在里面 哇塞 然后当地部门去抢救 啊 抢救出来 这个我这车上也没有啥东西啊 我虽然你说你在饼山茶吃了28天泡面 但是那 你看忘记那泡面的味道 我再给你送一遍 我看到他 我看到他拿了个泡面过来 我这个泡面我现在说实话 我看到泡面我都 没有什么感情了 哈哈哈哈 吃个水还有感情一点 哈哈哈哈 泡面是不是都想吐了 哈哈哈哈 我那时候一天吃一桶泡面 我真的是泡面吃 直接吃吐的 真吃吐 哈哈哈哈 真吃吐的 哎呦我我车上没东西 刚好只有泡面我就给你了 哈哈你饿的时候再吃了 啊 不要不要我不要我还要你的东西 不要不要 你拿一个 不要不要不要 一两个 不要不要不要 你自己吃 好谢谢你啊 哈哈